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上将12月21日与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真利上将进行了两人之间首次视频对话 这也标志着美中军事高层对话中断16个月后的正式恢复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指出 这是布朗出任美军参联会主席后两人首次通话 布朗将军讨论了共同努力负责任的管控竞争 避免误判以及维持直接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 并重申了举行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 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 以及开通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司令员之间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布朗与刘珍丽的视频通话得以进行被外界视为拜登总统上个月 在旧金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所取得的成果之一 据美方官员的说法 美国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之内 将在各个层级与中国官员举行一系列的会晤或电话沟通 根据目前的计划 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将于明年年初举行 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也可能在明年春天恢复 美国政府正在商议提高包括电动车在内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希望以此保护美国的清洁能源工业 抵御廉价的中国商品的竞争 华尔街日报援引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的话说 拜登政府官员一直以来在对华贸易政策上存在分歧 目前仍在保留着特朗普任期对大约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但是白宫和其他机构的官员最近再次讨论加征关税的议题 预计在明年初可能会完成对中国商品关税的长期审查 消亡美国的中国电动车目前的进口关税是25% 这个幅度的关税已经高到足以阻止来自中国的竞争 截至今年10月 中国向北美出口了近4.8万辆电动汽车 而向西欧出口的电动汽车超过56万4000辆 为此欧盟最近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 消息人士说 其他可能要提高关税的商品是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和电动车电池组 虽然美国现在主要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太阳能材料 中国仍然是电动车电池的重要供应国 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12月20日宣布 洛杉矶县核市将从大约1.82亿美元的州资金中获益 预计总共将建成613套新的经济试用房 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住房单元将留给长期无家可归的人 这笔钱来自第三轮Home Key赠款 在这1.82亿美元中 洛杉矶市、卡森和兰开斯特将分别获得6120万美元、3440万美元和2770万美元 资金规模超1.2亿美元 剩余的资金将用于支持圣巴伯罗和伯克利的项目 纽森在一份声明中说 Home Key仍然是加州为无家可归者迅速建造住房的最成功的努力之一 通过这种创新的方法 已经为全州社区的14600多户家庭提供了资金 移民的资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